有時候在日本拿救援王的時候 甚至去美國討生活 其實高姐也打過美國職棒 腳很造型 但是你要互相來欺敵 今天打擊狀況算是非常非常好 兩塊球 救援的兩局OK的 第一棒的張智豪 張智豪前面四次上來都是痛 再一個慢 沒有三塊 這個球塞進來 哇加速 我真的年紀是 滿大的41歲 不是一個 好像在台灣職棒就變成高齡投手的 一個標準 熱戰目前是靜悄悄的 三個打出沒有安打 目前是擔任左外野手的一個守備 這個球 這兩位打者其實都有一些 有這個球 一個彈跳 他就要 男一人 他就要 在轉看看 還是把他打者給刺殺 如果你帶水的話 跑者很容易來到他的 球速目前投手領先 而且是絕對領先 揮棒我紅 最後這個用力跟力 其實稍微曲簡也不可以 太大了也不可以 這個球好球 畫面 那這三個人裡面 就是 兩出局了最後的板工希望降臨在周董周思希的身上揮棒落空 揮棒落空 高金晨湖投出了再建 高金晨湖投出了再建 高槍還是在一二擂上 好球 好球 這個球揮空 現在是兩好一換 這個球揮空 一樣的策略又 也是生涯第一次碰到高金 對 球突然打 慢好慢 兩好球沒有壞球 揮棒落空 打的壓制性其實還更好 對 沒錯 很困難的一項運動 揮棒落空 結果最後是三陣的張家 市場封網就非常的篤定 結果這個球揮棒落空 把郭戴琪呢給 現在要有那種技術了 沒錯 揮棒落空 結果最後是把 有點捐的 在生涯一直以來是一個非常出色打者 這個球 這個球揮棒落空 兄弟相對已經擊敗了籃球熊 九下劉富豪的攻擊 揮棒落空 兩號三壞 這個球結果揮棒落空 來了一個超慢球 第一球猛虎 結果 這一棒打成了發練後方的界外 你看大家都手舉高 現在 欸 訓練得還不錯 我一定已經不錯 跑了 這個球結果 跑球進來再進三陣 綠色彩帶拋下來了 結果新動牛隊呢拿下了 職棒二十一年上半球季的冠軍 恭喜他們 新動牛隊呢 在今年球季喔 然後最後也順利的拿到上半球季的冠軍 恭喜他們 新動牛隊呢 在今年球季喔 可以說是在一路領先的情況之下 然後最後也順利的拿到上半球季的冠軍 然後最後也順利的拿到上半球季的冠軍 感谢观看